今年来,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,国际影响力也在逐步扩大,特别是在军事发展方面,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。 海军舰艇下水速度被中外媒体趁势为下饺子,去年首次国产航母和我们的055万吨大区都相继下水,一时间举国振奋, 据了解,届六年的时间里,中国每年建造的056型护卫舰就在9艘左右,今年8月,第51艘刚刚下水,而这不过是中国海军的一个缩影,同时开舰下水的还有各类型的军舰,法国不无专意的表示, 中国近四年造的军舰,相当于重新建造了一个法国海军,而最近有各种录据显示,中国军舰下饺子的速度已经开始减缓, 国际上开始有一种声音响起,说中国外桥中干,国力已经开始衰退,无力支撑海军舰下饺子式的下水, 其实国际上对中国的诋毁从未断绝过,但我们从未在意,因为这样的声音经不起推敲,中国军舰建造和下水的速度减缓,恰恰说明了中国海军实力的强大, 近些年,中国军舰下水速度是很快,但大多数都是一些小型的水面舰艇,护卫舰军多,现在中国的小型舰艇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, 完全可以满足中国海军的需求,这样一种情况,下自然会减缓小型舰艇的建造, 进而发展中国紧缺的大型水面舰艇,中国的055万吨大区,不断下水便是证明, 这说明中国正在加紧步伐制造我们紧缺的大型航母和两栖登陆舰上, 据悉,中国的055大区,至少有6艘才同时开舰, 第二艘国产航母和075型两栖攻击舰也在建设当中, 建造这样大型的水面舰艇,自然是需要一定时间的, 不会像小型舰艇那样,一直像饺子似的下水, 而且海军的发展是全方位的发展, 现在中国海军的短板是远洋作战能力, 那么发展大型舰艇,提高远洋作战能力便是我们的首要目标, 美国媒体也不无感慨地称, 中国海军已经成长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海上力量, 现在的中国正在全力发展大型舰艇, 放缓了小型舰艇的速度,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明智之躯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